这一路上纷争不断 满地湿海 满地狼烟 各方势力纷纷伺机而动 要么卫力 要么加入了两大府 可谓是乱得彻底 如今看来这战斗 已经从明面转为暗面 一山不容二虎 只怕祁枯圣族 只能存在一位皇了 孟瑶道 方尘问还迷茫的蒋欢欢 像这般的混乱 祁枯圣族之前出现过吗 蒋欢欢微微摇头 道 没有 从未如此 他也意识到 祁枯圣族内部 要彻底混乱了 那接下来 我们只怕得小心些了 最好是别遇到 物神经大能 天下一乱 变数就多了起来 谁都不知道 那些物神会往哪里跑 遇到那就真倒霉了 他们继续前进 而路上所看到的战争 几乎是每处皆有 从未断过 甚至还看到了 不少被献祭的生灵祭坛 方尘这一路并不太平 半路时 曾遇到过 林海静巅峰大能追杀 好在梦瑶的灵船 顿速极快 二人又擅长精神力攻击 和梦获之道 用了三天时间 将其甩脱 但这也耽误了 他们不少时间 足足花了一月的时间 这才进入内宠狱 但内宠狱更加混乱 两派纷争 也会越发明显激烈 特别是内宠狱中 已经没有第三方 要么加入梁府 要么就死 想要独善其身 那是想都别想 而明显树枯府 要弱于胜枯府 但双方想要在短时间内 分出胜负 只怕没有那般简单 宣城 作为一座三级城池 此城之战自然也是不可避免 并选择加入了 弱势方的树枯府 没办法 宣城城主与树枯府 本身就交往更深 他们也就只有加入树枯府了 可这一加入 他们自然是遭受到 附近加入圣枯府城池的围攻 好在宣城本身就一手难攻 加上还有祖传大振 倒还是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但也仅仅只是一段时间罢了 当城破时 那就是整座城池的灾难 别以为同族人就会心思手软 有时候对待同族人 他们只会更狠 碰 杀呀 将城里的人都给杀了 一个都别放过 兄弟们 好好在城中爽上一把 美人随便挑 宣城大能 最终还是无法抵挡住围攻 纷纷向着四处逃窜去 而大能一逃 下方的修士自然是大乱 也皆是各自逃命 宣城也就此告破 但城中的其他人 就倒大霉了 众修士 要么遇空入城 要么从城门当中杀入 一时间城内混乱不堪 沙喊 惨叫 求饶声 不绝于耳 整座城池血红一片 真正意义上的屠城 城中一先天进男子 直接抓住两个距离近少女 究竟选择一处房间就进去了 不管那两少女如何求饶都没用 很快房内便传来少女的惨叫声 可没有一会儿 两个少女的声音渐渐虚弱 男子从房中出来的时候 手中宝刀 皆是新鲜的血液 也有凡人跪倒在地 不断对着冲入城中的修士求饶 很快 第一批人从他旁边掠过 并未动手 可还未等他们松一口气 又有修士路过 有人抬头望了一眼 郑宇一修士对视 那修士宁笑一声 直接抓起那人的头发 像是丢球般 直接丢出去 精准地刺入一根长棋之上 而他则是哈哈大笑 抓起另外一个人开始游戏 像这般的事情 在城中各处发生着 乱了 真的彻底乱了 潘家府底前 潘家家主潘仁坤 倒是较为精明 他事先预知 宣城主必败 所以早就做了两手准备 暗地里与圣窟府一方联系 并花了极大的代价 得到成为祈辅一方的旗帜 当宣城主兵败 城门打开的一刻 他立刻让人将此旗帜高挂 而冲入城中的修士 在见到旗帜后 还真没有动手 潘仁坤见此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精明 否则真要落得城中他人下场 爷爷 怎么能够杀人啊 斯蒙害怕 在他身边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 尽管已经不小 但此刻他紧紧抓着爷爷的手 面露恐惧 潘仁坤自然也是看到 城中百姓凄惨一幕 他长叹一口气 道 哎 怪爷爷实力不够 救不了全城的人 要是爷爷出手的话 只怕会落得跟蒋家那般下场 当年云顶城被献祭一事 他其实已经知道内情 对于蒋家家主 那是十分敬佩 能够为全城而牺牲自己 实在了得 可惜他能力不足 实力不够 能够保住家族 已经是十分不错了 不好了 突然 潘家有人焦急地 来到潘仁坤面前 喊道 家主 有两股势力 将我们潘家团团围住 好像准备进攻 什么 潘仁坤脸色大变 质问道 是哪两股势力 是燕心 会和奥越派 来人道 潘仁坤瞬间脸色惨白 这两个畜生 果然还是要对我们动手 燕心会 奥越派 当年乃是天顶城主府的势力 与云顶城蒋家 那就是对立死仇 之前蒋家还在 对方自然不敢招惹他潘家 如今蒋家已经没了 城要被打破 他们这是 要对自己潘家动手了 潘仁坤咬牙切齿 但也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咬牙道 走 去会会他们 于是 他带着潘思蒙 和潘家众高层 来到主门之前 而燕心会会主 和奥越派掌门 已经等候多时 只见门外 有一妖媚女子 一身火红 身材火辣 浓妆艳丽 媚态十足 他正是燕心会会主 萧燕 另外一人一身黑衣 衣袖之上有着 一道长长的月亮 五官端正 长扳到腿 气势不凡 他是奥越门当代掌门 道声 二人修为皆是林海 进七重巅峰 身后更是有着 三四十位林海 进前中期强者 这架势很明显 是要灭了潘家 潘任坤怒视二人 贺道 萧燕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我家族效忠的 乃是圣枯府 你若动我 那就是违背 圣枯府的规矩 到时 你们也必死无疑 呵呵 萧燕手握咽 哄哄却善 冷笑道 潘家主 你真以为有着旗帜 就能躲过一劫不成 圣枯府也有规矩 但凡是双面势力 人人都有被灭杀的权利 道声也是冷笑 真以为你们潘家 能够躲过一劫 痴心妄想 当年蒋家被灭 你们就该跟着 一起消失了 能让你多苟活几年 已经很是仁慈 潘任坤的神色一变再变 他喝道 我要见圣枯府使者 各方势力战斗 身边都会有 圣枯府使者跟随 也就是奸战 而这些使者 都有着决定众生的性命 要是使者说 潘家就是圣枯府一方的势力 那萧燕等人 自然不能攻击 见 萧燕冷笑道 难道你就没察觉到 什么不对劲吗 这里除了我们 就没有其他人了 道声吸血道 我们早就向使者请令 使者说了 我们双方 只有一方能走出去 哪一方走出去了 就是圣枯府的 潘任坤也注意到 方圆十里 已经没有其他人 瞬间脸色惨白 很明显 使者这是要让他们 互相厮杀 只有一方能够活着离开 原来 这是收了我的临时 所换来的机会 圣枯府真够狠的 他凄惨一笑 萧燕道 任坤 如果你乖乖投降 我答应你 放了潘家其他人 如何 潘家其他人听到这话 皆是脸色微变 纷纷望向潘任坤 有人面露期待 也有人神色异样 但对于他的话 潘任坤冷笑一声 道 萧燕 你真以为我第一天 认识你不成 你的心狠手辣 我早就见识过 我如果束手就轻 我们潘家的人 同样也得死 潘家众人文言皆是一正 随后怒视萧燕 是啊 这女人可是出了名的 心狠手辣 她的话更是不能信 萧燕笑而不语 道声上前傲慢道 那我呢 我给你这份承诺如何 我到某项来是说一不二 这点附近百成皆知 潘家人再度动容 更有人犹豫起来 再度妄想潘家主 潘任坤冷笑依旧 道声 你确实值得信任 但你答应我不代表 萧燕也答应我 他出手 我们潘家同样没有活络 大家别被他们的话给骗了 他们就是想要 匡骗我等 不费吹灰之力 虐我潘家 诸位 待会大战一起 便各自突围 家主我必定死战 我们潘家能活一个是一个 家主 潘家众人热泪盈眶 纷纷怒吼 我等愿意 与你一同死战 潘任坤眼眶微红 都是我潘家的好狼 话音乐 他手中双灵符展现 其他潘家人 也纷纷亮出法宝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潘任坤恢复喊道 杀 杀 潘家人也不再犹豫 皆是红着眼杀了过去 小燕 道声见此一幕 心中冷笑 潘任坤刚刚的那番话 不过是为了让潘家众人知道 没有退路 就算是圣枯府使者 亲自说也没用 不过他们 也确实如潘任坤所说那般做 不过失败了也没关系 多点牺牲而已 二人挥手喊道 同时也冲向潘任坤 任坤 别想跑 道声喊道 潘任坤神识 一直在四周扫洞 将二人杀来 知道自己计谋被识破 也只能咬牙准备出手 爷爷 潘思蒙眼眶通红 紧紧抓着潘任坤的手 潘任坤满脸心疼 但也只能咬着牙将他的手拉开 在这里等我 爷爷会带着你活着出去的 随后他对着几个亲信道 保护小姐 是 亲信立刻将潘思蒙围住 潘任坤转身怒吼道 老夫何须跑 高空来站 说完他气势大开 汹涌冲杀而去 碰 双方在高空摆仗交战在了一起 潘任坤知道 不能有任何保留 一旦落得下风 他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一出手他 就是竭尽全力 更是做好随时燃烧精血的打算 但他神识 依旧不断向着四周扫去 那做好燃烧精血的打算 似乎不是要死战的意思 而下方交战在一起刹那 便开始有了损伤 潘家这边固然凶狠 但萧燕 道声双方势力 明显是有备而来 配合不知要比一直龟缩着的潘家 强上许多 短短碰撞的第一个回合 潘家这边已经有了百人伤亡 并且还在不断往上攀升 他们却是不知 此刻高空之上 其实还有人 正是方尘四人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有一段时间 只是一直注视着这一切 并不着急出手 本来方尘他们并不打算出手 毕竟潘家遭受为杀 为了关闻而滩浑水并不明智 奈何蒋欢欢苦苦相求 加上听到只要一方出去 那就是圣枯府的人 于是便留下来伺机而动 蒋欢欢见潘爷爷 有危难交集起来 他恳求地望着方尘和孟瑶 道 公子 请你们出手帮帮潘爷爷 方尘安慰道 别急 现在还不是最佳的时候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动手 潘爷爷快坚持不住了呀 蒋欢欢还是很着急 不过他还是很听话 只是因为太过着急 而在一旁跺脚 与此同时 双方的交战 也逐渐白热化 神通进出 而潘仁坤身上 也多了几处伤 尽管不致命 但他明白自己 只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萧燕自然看到这一幕 他细血一笑 道 潘家主 还不投降吗 投降的话哦 还能考虑 饶了其他人 我可以保证 其他人都能活着离开 道生也是细血说道 哼 休想影响我之道心 今日我死战于此 他们同样如此 我潘家可没有损获 潘仁坤怒道 是吗 那我要是杀了他呢 宵夜目光突然望向下方 锁定潘思萌 他身形一闪 周身化作浓烈火焰 向着潘思萌冲去 潘仁坤脸色大变 嘶吼道 住手 他冲过去 想要阻拦 但道生却是拦在了他的面前 给我让开 潘仁坤也顾不得什么了 直接燃烧精血 想要冲过去 道生冷笑一声 手指一滑 一张束缚出现在了手中 随后化作一只巨大顿龟 抵挡在前 任凭潘仁坤燃烧精血 十里通天 但在这巨大顿龟面前 也不得不停下冲净 也在此刻 方尘和梦瑶眼前一亮 就是这个时候 方尘背后雷剑影翅展开 神魔双脚展开 直接进入神魔形状态 清华道童也同样展开 梦瑶则是身影虚无 宛如踏入梦境世界般 化作点点星光 与方尘一同向着宵夜而去 二人速度极快 道生和潘仁坤 压根就没有察觉到 待他们察觉到 有他人来时 已经为时已晚 方尘二人 已经来到萧燕身后 此刻萧燕并未察觉到 背后来人 她细血地盯着 脸色惨白的潘思蒙 道 丫头 要怪就怪你爷爷吧 潘思蒙绝望地待在原地 护卫她的几位亲信 怒吼着冲向她 萧燕冷笑 区区宗师蝼蚁 也敢挡在我面前 她手中燕红 孔雀扇一扇 浓烈的火焰孔雀 瞬间将几人包裹 直接将他们化为虚无 一群蝼蚁 也敢 话才说一半 突然她感觉到 背后有人靠近 猛然转头 却是一惊 因为方尘已经离她 仅仅只有三丈距离 而她现在才看看察觉 她感觉到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